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今天反彈 大家還滿開心的 可是看到有一檔個股卷破前滴 難免有一點點擔憂 等一下來請問老師的看法 大盤今天滿弱的 開盤大漲到了13651點之後 盤中卷一度翻黑 還有尾盤 指數在四項上拉抬 中場漲點收斂只有 上漲了68點之後 在13534成交量2131億元 值得關注的是台積電 今天在尾盤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今天整場都滿弱的 沒有什麼表現 讓大盤反彈無力 台積電的肩盤中 跌破了前滴433 最低來到432 國安基金難道真的 不想要出手相救嗎 從K線來觀察 當然台北股市目前 看不到下黨任何支撐的壓力 我想請問一下趙麗老師 其實昨天美國股市有反彈 為什麼 英國央行它出手了 他說它要無上限的購債 英國的30年的國家的公債 這利率是一下子血崩往下滑 帶動歐股反彈 美國反彈了 看到不只是英國央行動作 亞洲好多央行也開始展開了 舊式的計畫 台北股市今天反彈無力 是因為說大家還在等 明天金管會開會 會端出什麼樣的政策牛肉嗎 對 沒錯 我想當然大家會等 可是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大概也不會有什麼 太大的一個牛肉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今天其實指數一開高 當然最主要是因為 歐美股市收盤大漲 對 可是因為還是在殺融資 因為目前來講融資的 所謂的一個維持率 相對上來講還是比較低一些些 所以看到一般的投票員 看到指數開高之後 滑檔 回檔下來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 想 又怕賣在最低 所以大家就趕快先偏利賣 然後另外一個是 今天的副台期 它是結算 那我相信外資基本上來講 大概也偏空單為主 所以當然你可以看到 殺到這個地方雖然拉起來 可是尾盤來講 大概也是往下 來進行所謂的一個 壓盤的一個動作 好讓它的一個期貨 可以出現獲利的一個部分 好 那其實我是這樣覺得 以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也出現了一些的契機 當然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這六大利空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因為媒體又寫完美風暴等等 那今天盤是另外一個 相對比較弱勢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 其實大家看匯率的部分 新台幣雖然小幅升值 可是美元指數的部分 今天還是反彈 昨天是比較重挫 大概跌了1% 可是盤中 美元指數大概反彈了0.8% 所以大家 快點匯率還是會怕 對 所以當然信心相對 又看到這種現行 你們有幾個敢買 我想真的沒幾個人敢買 只是說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到底真的萬一已經破底了 破底之後會不會真的 如同悲觀的人所想 這個地方有可能就會出現 連續性的一個重挫的走勢 還是說其實這個地方來講 會跟前波這個地方一樣 慢慢的阻底之後 然後出現一波的一個反彈 我想這是比較重要的 等一下再來跟大家做說明 好 看一下台北股市有沒有機會 現在慢慢的足底向上 因為各國的央行出手 讓我們國內的政府官員們 也有比較大動作的發言 舊市的市之間 拉公股民能夠不哭嗎 因為第一個是國安基金 昨天宣布要提前一個禮拜開立會 這部開會真的要瘋了 他說不會退場 7月起已經砸了百億護盤 不只點火 趁大盤指數到一定的水準 昨天股災原因是 烏克蘭入二公投這個利空的影響 央行守32塊錢 他說消毒不會實施外匯管制 投信連10買 關股連6買 勞退基金11月釋出700億元 270億元待命當中 三大巨頭一起來想辦法救台股 看到台北股市如果說 短線上面有機會直穩的話 什麼族群會先表態會談得更高呢 有沒有可能是 利多比較近在眼前的 這個電動車相關族群 因為鴻海 鴻海的10月18號科技日 有辦法成為多頭明燈嗎 我們這族視覺出來了 有低軌衛星 自駕 車用版 軟體跟半導體等等 這個Model C也賣得非常非常的好 車用IC標速半導體 有辦法靠它來翻身嗎 因為研調機構認為 新車整合很多的感測機跟控制器 2026年車用IC將佔整體IC 比重的9.9% 未來的複合成長率 有高達13.4% 一個是大盤的問題 一個是大盤 如果直溫反彈 什麼會漲的問題 我先來看 大家全球目前擔心的完美風暴 到底趙毅老師 你認為以你的經驗來看 會不會真的實現呢 對 其實大家現在最擔心的 當然就是六大利空完美的風暴 當然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你看一下這些東西都不是你現在知道的 比如說聯準會的鷹派發言 或者是歐洲央行 他也要提高利率去控制通膨 甚至於這個地方來講是前兩天 這是比較最近的事情 可是因為減稅的部分 導致它的一個匯率出現大扁 債券殖利率出現量升 所以英國也出現了所謂購債的一個計劃 等一下再來跟大家做說明 這個公投當然是前兩天的事 可是看起來不是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今天收盤的美股歐股還是漲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我個人覺得 其實目前指數假如在相對高 其實大家基本上不太會講這些東西 可是你看台股已經從18600點跌到現在 大概跌了5100點 那這個地方假如好 真的是完美的風暴的話 就是說假如說我們就過去來看的話 其實你可以發現遇到 比如說08年的金融海嘯 或者是2000年的網路幫忙 其實打下來大概就是10年線附近 最慘最慘 大概就10年線 你看韓國股市已經跌到10年線了 對 台灣 我說台灣 台灣現在大概 台灣是1萬1 我的意思是說 假設請假完美風暴好了 其實說真的大概也是1萬1附近 對不對 那這個會不會產生 其實我跟大家說 是有一點所謂的一個轉息的現象 我等一下看 那當然你看 只要股票跌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大家你看又有金融危機 對 莫比爾斯 新市場的教父對不對 對啊 那個危言聳聽 對 就是反正跌下來就這樣 好 那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當然你偏空的人看到 其實不要說 你做多人 你現在看到這些東西 我跟你講你也會怕 因為股票真的跌 你看到都是利空好來 那另外台股的部分 當然就是有融資稅小的問題 那目前來講的話 整戶 整體的部分搭配券的部分 大概157 可是我相信融資的真的比較多 所以融資的部分大概是140 其實我說接近140 大概就是相對常來講 比較麻煩一點點 不過就過去的經驗來看 縱使在往下踹 其實剛好也是短波段的一個買點 對 因為之前過去的歷史經驗 大概是如此 所以 好 那另外一個來講的話 所以就是說 以融資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地方假如再往下踹 指數有可能會稍微再跌一些些 不過那個地方反而也是你加碼 或者是你空手 低持股的 可以買進的一個部分 好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為什麼我才說 這個地方大家可以換個角度 來做思考 對 美元指數升成這樣子 你知道嗎 他是以零為禍 全球現在大家幾乎苦哈哈的 那你看他的好兄弟 日本算他的好兄弟了吧 對不對 日本是他的好兄弟 廣場協議的時候 日本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跟美國也是敷衍 然後到最後來講就跟著他做 可是你看 這麼好的兄弟 他現在不要說背叛 也開始覺得 我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你知道嗎 所以他就開始干預所謂的會事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美元走勢的部分對會事的 就是說9月22號日本開始干預 干預完之後你有沒有發現 真的比較穩的 對美元 他們有 美元最近是這樣子 日圓這幾天至少有一個湘型 你知道嗎 那這個是不是代表有干預 短線上來講有效 那10年期公債支率的部分來講 也是相同的狀況 並沒有在創新高 他干預的點大概在這個地方 他也沒有在往上 因為最近的美國10年期公債支率 也是往上的 好 那我們看一個 除了日本這個兄弟之外 南韓也撞不到 有啊 我們剛剛講 他這韓股基先跌過10年線了 他也撞不到 他說他要重啟股市的 所謂的一個穩定的基金的部分 對 不管是股市 或者是債市的部分 有沒有像是我們那種國安基金 對 其實類似 那他包含了所謂的一個 債市的一個部分 所以代表就是說 其實韓國他自己本身也覺得 韓國跟美國的關係 說真的也不錯 南韓跟大陸的關係也不錯 可是跟美國的關係也很好 你看他也覺得不太行的 我也要開始干預了 好 那我們再看一個 假如日本南韓又干預 英國更厲害了 所以昨天的漲 其實是因為來自於英國 對 英國很舊的大家 對 英國跟美國是五眼聯盟 你知道嗎 關係多好你知道嗎 結果你看連英鎊 國債狂扁完之後 因為他們的減稅 所以導致他們跌更多 你知道嗎 英國央行也受不了了 他說我現在 第一個來講 我要先穩定我的會市跟債市 債市的部分他開始 他跟美國一樣 大家都在減債 就是在升息減債 結果發現不太對了 我現在換成我要買長期國債了 你知道嗎 減債變成要買債 對 所以你看一下 在所謂的一個英鎊對美元的部分 來講的話 其實說真的也慢慢的 這個已經快1比1 很可怕 這個很可怕 對 那你看一下 他的債市殖利的部分 突然之間 掉下來蠻多的 所以我的意思說 假設性 假如這個地方 美元再持續的走升上去 我相信不會只有這些兄弟出來 如果說連英國現在都願意 為了挽救經濟跟自家的後院燒火 願意說要購買長期國債的話 那有沒有可能讓大家聯想 也許聯準會會稍微放緩一下動作 不知道 對 其實我覺得其他搞不好 歐元區的國家等等 不管 或大陸其實我相信 之後 因為你真的 你不要再升 大家動作會比較少 你腳一直在升 大家動不了 你知道嗎 你真的 你真的美國 升成這樣子的話 大家很麻煩 所以我覺得 阻擋的力量會大 每個國家自己會救自己的 所以自己的國家要自己救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看一下 道琼這個日日線 它已經跌破了 對不對 跌破前波低 NASDA 對 是沒有嘛 好不好 NASDA哥還沒有 那非半的部分 其實大概也有跌破 接近 好來 那你看一下 羅素2000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羅素2000 看起來還沒 還沒 對 羅素2000它代表一個意思 羅素2000大家也知道 都是以比較中小型的股票為主 不像S&P500 是比較中大型的 那其實假如大家真的 對未來的景氣展望 相對上來講 真的是很悲觀 其實我講這個 就過去來講 羅素2000應該跌幅要最重 因為中小企業的財務狀況 肯定 比較不健全 對 那利率升那麼高的狀況 你要去貸款 那更難嘛 所以它反而 我覺得也似乎沒有 就是說我不是跟大家講說 現在很樂觀不是 而是說這個牌面上 看起來很悲觀 可是重點來了 似乎真的有一些些的 轉機的一個現象出現 那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另外一個我要講 道瓊這個是週限的部分 這個是疫情前 對 它也跌到疫情前的低點位置 那我相信這個資深的力道 應該是蠻強的 因為已經跌到那個 這怎麼慘 不會有疫情那時候慘 對啊 對啊 現在跟疫情那時候比較 對不對 理論上來講 那S&P的部分 當然離疫情前的高點 還有一點點 那螺數2000的部分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所以最近也沒錯 對 就是說也來到了疫情前的低點 那備辦的部分 還差一點點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假如說也就回檔的角度來看到 其實現在的環境 又回到疫情前那時候的一個 指數高點的部分 我覺得 它的支撐的力道 應該會轉強 如果說 美國股市目前都已經回到之前 疫情前的這個高點的部分的話 可能會出現支撐跟抵抗的力道 那台北股市當然還沒有 還有一段距離 對 沒錯 有沒有機會就不會再往下 然後就指 就是指吻向上 對 沒錯 其實台股的部分來講的話 看一下台股 對 我們看一下台股的部分好了 你看一下 K線 對 K線 日K線的一個部分來做觀察 其實 當然是長得非常醜 其實我跟大家講 這個地方是殺融資 所以我們真的跌了一段 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當然農資也是在殺 也在殺 對 這個地方你要搭配一下美股 假如美股最近幾天 就如同剛剛所提到的 真的慢慢的走穩了 其實我覺得台股基本上來講 在這個地方應該就會手穩住了 好 手穩住的話 什麼族群會先往前衝 成為大盤的穩定明星的極限峰 我覺得半導體可能有點難度 因為庫存利空的遺憶 還沒有完全消散 車用部分呢 老師 你是比較樂觀的一個看待嗎 其實我覺得現在來講 只要這一波的反彈 我覺得跌身的強勢的 有些大概都會漲 那當然大家提到的 比如說像車用相關的一個部分 因為大家覺得未來的展望 其實相對上來講是樂觀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有幾檔股票 你比如說像這些相對上來講 比較弱勢一點點 那我覺得其實你像茂聯的部分 基本上應該也算OK啦 就是拉回來之前沒有買 其實我覺得拉回來這邊 倒是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的 假如說以投信來講 其實最近買的 你比如說像6179 投信買的車用股6179 你就看一下投信的部分 它只要沒有賣 基本上拉回來 對 你看一下投信的一個籌碼的部分 基本上還在買 一般到昨天它都還是在抄 所以我覺得這種股票來講 它可能會自己救是不是 它自己救自己 不然當然有可能 已經拉回到它的成本區了 納量成本區那邊 對啦 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基本上 因為展望相對講還是不錯啦 那1319的東洋的部分 1319 你看一下 也是相同的 投信基本上來講 這邊有賣 有賣有賣 然後現在基本上來講 也沒什麼賣 所以我覺得是 相對上來講是OK的 好 那個大家人人喊看衰的PC Intel居然逆勢的看好 覺得可能最壞的狀況過去了 趙老師你怎麼觀察 這些今年落難的相關概念股呢 是不是真的有脾氣泰來的機會咧 對 其實有時候我在想說 其實當然每個行業 它的景氣循環的周期 有些當然景氣不好的時候 庫存的調整 所謂的降價求售等等 其實我舉例一個例子 你比如說像6116的彩晶 6116 今天很強 盤中一度的長 來 你看一下6116的彩晶的部分 6116 6116 你看 當然回檔修正 然後現在來講 今天當然滿強 當然我不是叫大家去追蹤股票 而是說其實面板 大家看得很差對不對 對啊 其實你比如說像NB PC 這一些的報價來講 面板的報價其實相對 監視器的部分 其實還是稍微弱一點點 比較左穩的 其實在電視面板這一塊 那彩晶大概是以中小尺寸為主 不是那種大型電視 對對對 那其實我覺得今天為什麼會長 最主要就是因為 這個訊息 沒錯 NB面板 對 那大家也覺得 面板的部分來講 其實去年最快開始庫存調整 開始降價 所以其實我要講的說 其實你看一下 Intel它也覺得 明年PC市場 應該會成長 所以假如說以這樣的一個情況來看的話 其實當然有可能 今年第四季 或明年第一季有可能是最差 不過整年度來講 假如它有機會出現 所謂的一個成長比 今年出現成長的話 那股價慢慢的 它抵抗的力道會強 好 那我們看幾檔股票 當然你屬於說這種所謂主機板的部分 相對上今天震盪比較 因為之前已經先漲了你知道嗎 你比如說像 因為你把它還原全值 其實這種股票已經漲上來了 你看一下 你把它還原全值對不對 已經從低點漲上來 這個會震 可是你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 政府假如真的要救 記憶體啦 你看一下今天記憶體 2408的 2408南亞科 南亞科的部分 這就看標慢還原日線了吧對不對 對…你看一下 對不對 慢慢的開始也慢慢的有一點點 那2344的一個華邦店 2344的華邦店 2377的 2337的旺宏 2337的旺宏 對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跟大家說 慢慢的有一點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政府假如真的要救 要救什麼公司才有效果 要救這些公司才有效果 為什麼 第一個已經跌很深了 那一般的投資人 這種股票很多你知道嗎 很多啊 記憶體的真的很多啊 那你要去救他們 讓這些投資人有信心啊 你去拉那個法人的股票 我覺得說真的沒意義 法人要嘛就他自己自救 你知道嗎 投信假如要去 要救一下股民們有的股票 對啊 投資人有的對不對 你那些低價的 慘烈的 結果你去救 我跟你講 救個兩三天 自然信心就會回來啦 大家就敢玩啦 不然你放任這些股票 說真的都已經跌那麼慘了 你不拉他 大家要繳持續套 我相信大家的信心 當然會更沒有 好 非常感謝趙麗老師 今天他針對了 目前的台北股市 儘管也看到初步指紋的 跡象盤面的變化 他認為還是要留意 後續呢 可能全球央行的動作之外 也要提醒 明天今晚會要開會了 有一些弱勢族群 包含了面板跟記憶體 出現了抗的力道之外 也有零星落底的訊號來產生 就希望說這些 鼓民們套牢的個股 可能稍微再等一下下 大盤落底之後 率先有轉機 行情的族群跟標的 可能可以做一個 跌身反彈的演出 如果說你對於操作你手中的 齒骨任何問題或想法的話 都可以參考畫面上面 我們趙麗老師的大頭娃娃娃 用手機掃一下QR Code 跟老師加個朋友加個LINE 接著跟老師相對的互動一下 老師每天在盤中的內容 或一些個股的看法 都在Light裡面 跟同學們來做分享了 中文字幕君